继续关心到的是国际焦点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要求以色列跟哈马斯双方 让国际社会援助加萨的行动 能够安全地进行 因为根据加萨卫生部的统计 双方冲突以来已经有超过 两万五千名巴 巴勒斯坦人丧密 将近有六万人受伤 而且当地的医疗物资匮乏 国际社会希望能够加速救援速度 保护了提供援助的人道组织 只是目前以色列提出 新一轮的休战协议 已经遭到哈马斯的拒绝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